欢迎收看第一名的节目 第一名的分析师 欢迎您收看股市将军 投资朋友 今天台北股市 可能跟你昨天想的又不一样 当昨天大盘在大跌白点的过程当中 或许你也看到像香港 香港跌2%跌了500点 会怕 会怕 那郑军也讲过 你跟郑军操作 你不用理会台北股市 你不用理会台北股市 那你真心想要赚大钱 郑军给你良心的建议 你不需要懂太多 你也不用学太多 你只要去找一个值得你信爱的人 麻烦你去找一个值得你信爱的人 你去找一个你值得信爱的人就够了 你不需要懂太多 程如你会开车吗 你会开车 你要懂汽车的整个结构吗 引擎的结构啊 单涡轮双涡轮 你要懂这些吗 那你会懂 你只要懂你只要懂你开车 平平安安的出门开出去 平平安安的回来 这样就够了 这样就够了 那操作股票不是如此吗 为什么今天我讲这些 很多人一开始 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一开始你去开户 开完户 通常开完户的那个时间点 你在操作很容易赚得到钱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 你就算不到钱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一开始你可能什么都不懂 一开始操作你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之下 或是朋友 好像有时候比你懂得很多的时候 还赚得比较多 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要去学习 因为股票市场的东西 我跟你讲学不完 而且你学的东西跟什么 跟实际上在操作 是相反的 相反的 你认不认同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我说你跟政军操作 你不用管台北股市 你也不用管什么大盘 怎么样又怎么样 因为政军但你买的是这样子的股票 是第二种的 那你要在市场上要赚到大钱 你要百万赚百万 你要百万大作战 你要赚别人的百万 凭什么 投资朋友 投资朋友凭什么 凭你每天早上起床 去买的报纸 然后翻开来 然后他跟你讲什么大利多 或者说你今天看了 什么新闻 什么媒体 你觉得这样会赚钱吗 那如果这样会赚钱 那不就整天在家 这样看电视就好了 你不用工作啊 干嘛工作 你干嘛那么辛苦的工作 如果赚钱这么简单的话 看看报纸 看看媒体讲的 听听大家在讲的 看看FB 哇那这样都会赚钱 那还得了啊 那不是世界上没有人在工作啊 对不对 认不认同 认同那你就来找政军啊 因为我强调 能百次了 真正会涨会动会喷会飙的股票 是第二项 如果你每天在看我节目 我都跟你讲一样的内容 你要买别人不知道的啦 你要去买别人不知道的 投资朋友 当大家都知道的时候 或许你 因为你会想要听别人的那种想法 听别人的意见 那你很容易赚不到钱 为什么 我举个例子 我们用心象来做说明 可以吗 用心象来说明 比方说 你看你可能看政军讲 政军讲讲了三次嘛 对不对 我连续公开讲了三次 7月16号 还有两个自习量 8月1号 两个自习量我都讲 但是你或许你在看政军的节目的过程当中 你去听别人讲 那你或许去听别人意见 就是哎呦 这长这么多了呢 长这么多了 这边可以买哦 余老师啊 这样可以买 去到这样啊 长这么多了 你说可以买 可以买 所以你听到别人 别人给你的见 就是不能买 对不能买 对不能买 不能买为什么会涨超过100块 不能买为什么会涨超过100块 投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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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买啊 你不是听别人讲的吗 不能买啊 对啊 当时候政军是在7月10号讲什么 讲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时候最疯狂的是 是这一档股票叫3406的郁金光 你7月16号混到现在 不是朋友 你有赚钱吗 你还是赔钱哦 你7月16号到现在的郁金光 对不对 全市场大家最爱什么 就郁金光嘛 对不对 全市场都在讲郁金光嘛 所以你们看的节目呢 讲散热 每个都在讲散热 讲到镜头 讲镜头就要讲个郁金光嘛 对不对 那讲个5G呢 5G一定要看什么 看连帽啊 看全新啊 你们看的节目都一模一样啊 那我呢 我跟你讲什么 我说你要买 要买郁金光 因为全场在沸腾嘛 400 445 一定是最沸腾的时间嘛 400 445 我说你买400 445 的郁金光 那不如什么 不如买星象啊 不如买星象啊 不如买星象 这样比较分析看得出来的吗 这样是超过100块呢 这样是超过100块呢 是赚超过100块 你当初 全市场 全市场都在讲郁金光 郁金光 郁金光好 郁金光妙妙 多妙 是多妙啦 是多妙 不是妙 那我要稍微说明一下 为什么 我当初啊 我当初我的看法 跟全市场的分析师都不一样 第一个 我知道 人多的地方千万不要去 所以我假日我很不喜欢出门 假日通常都是我在家里休息的时间 我要出门 我会平常时间出门 那做股票也一样啊 你千万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去啊 你要在人还没有进去 你要先去卡位 对不对 先去卡位 你真的要去那 你要在没有人时间先去嘛 先去占个位置嘛 你千万不要打全部的人都在那边 对啊你也跟着往前冲 做股票如果是这样做 绝对赚不到钱 因为当时候政君知道啊 心象啊 我讲过了嘛 数据这些我都给你看到 你再看你又觉得 老师你怎么每天都讲一样的内容 我只有做心象 我只能讲这些 不然我能讲什么 我当初就跟你讲过啦 我们不要讲别的 光看上半年的获利就好了 或者看你去看财报就好了 你只要看得懂财报 450块的郁金光 他第一季你自己去看嘛 我也没乱讲啊 第一季赚不到一毛 450 我怎么看都觉得很奇怪 我怎么看我都觉得怪 那300块的心象呢 300块的心象 那跟你讲这些你又听不进去 跟你讲这些你又听不进去 而且又跟你讲你看到第三季去 我已经讲到第三季Q3 Q3画两个问号了 那我只要讲话讲大声一点 你又觉得我臭屁 那你看到100块钱 我那我不能臭屁一下吗 投资朋友 投资朋友 我真的不是臭屁啦 我我真的是真性情啦 因为我看过太多投资朋友受伤 怎么受伤 因为你们喜欢 你们你们喜欢去找那个 用嘴巴来讲的 嘴巴来操作的 那政军这边是实际上操作 百分之百实际上操作 您看这么多电视节目 为什么没有一个分析师跟政军亮的 测标是一模一样 叫实际上操作 而且政军做什么 全国唯一 只有我敢做的事情 全国的分析师只有政军敢做的事情 没有人敢做 就是在直接在电视节目当中 直接问会员朋友 在电视当中 live直播 我在电视 我在我的节目 我直接问我的会员朋友 请问有没有实际操作 请问有没有在还没喷还没有标之前 先跟你讲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才是你要来找我的目的 我讲过很多次 你们今天参加会员 不是就是想要来赚钱吗 那你要来赚钱 结果一参加 那隔天叫你买什么 又是叫你买郁金光 叫你买什么 叫你买散热买操纵 买双红 那你干嘛参加 你是钱多是不是 你自己不会去买报纸 然后看人家电视就知道买什么股票 你就看当天最强的新闻 那请问这样会赚钱吗 这样不会赚钱 我都没有乱讲话 而且我是全场最敢预告的 而且我东西都有料 到目前还是没有人敢来跟政军挑战 敦烂 最低的位置 全国最低 没有人敢跟我挑战 拿得出字卡的 所以我说了嘛 你们不要去找 那种就是嘴巴操作 嘴巴操作跟实际操作 差很多 差很多 要会选人啊 你来看我节目 那选我 那你不要再 看完我的节目 就不要再看别人了 那如果你还在看一堆人的节目 那你以后也不要看我的节目 我讲的是真心话 你爱一个就好了 真心爱一个就好了 你有哪那么多时间 你哪那么多时间交那么多女朋友啊 你不会错乱吗 你神经不会错乱吗 你就真心爱一个嘛 你干嘛东爱一个西爱一个 那你相信我那你就跟我啊 那你相信别人就跟别人嘛 你觉得他每天都很强 每天都在掌停板 神经病的 你就去参加没有关系啊 那你觉得我讲话不好听 那你不见得要找政军呢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要找务实的 务实的 我都说过了嘛 我从7月份就诚挚邀请各位来做 这些事叫百万大作战 百万大作战 百万大作战 百万大作战成功的案例太多了 太多了 投资朋友 我从微软你们也知道吗 微软操作我也有讲过啊 也都是成功的范例啊 立即 立即到今天还是创新高啊 投资朋友 那接下来就是星象啊 7月份党党 党党百万大作战 每个都成功 每个都成功 我没有乱讲话嘛 那星象那名的奖 你还是看啊 我没有办法啊 那适当的时间 可以送各位投资朋友 送给你 那你又嫌慢 送你又嫌慢 今天还是创新高嘛 华泰嘛 对不对 我有没有在这种 很奇怪的位置先讲什么 我讲什么 我在这么奇怪的位置 直接问你说 会不会过高 有没有 有没有 那你看哪一台老师 敢在这种 还没涨 感觉怪怪 感觉好像 感觉好像要下去了 有没有 这种位置 在这种位置 这种位置 然后去讲 去问说 会不会 会不会 会不会过高 你看今天 老师很慢 很慢 还是创新高的啊 你去看一下台北股市好不好 你去看一下台北股市可以吗 投资朋友 你去看一下台北股市 今天已经17块多了 投资朋友 投资朋友 那我昨天是不是有拿这张图 我说我们来做一件事情 叫答对 猜题 猜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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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两个题目嘛 你就帮我猜 答个题目 答对就有新标股 那或许我在讲这个叫新标股 你听了 什么老师大跌百点 大跌百点 你跟我讲有新标股 大跌百点 我给投资朋友看一下 你们只要是郑君的好朋友 麻烦你把手机拿出来划 我让你看我昨天盘中 昨天盘中大跌百点的那个过程当中 郑君发给我们好朋友发了什么东西 你们看一下 郑君一定有东西 因为我这个人都是比较务实 我给大家看一下投资朋友 看这是昨天发的 可以多大就多大 谢谢老播 这昨天发的 昨天发的 昨天 蹭大盘拉回 蹭大盘 因为昨天大盘大跌 大盘大跌 我们准备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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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让你买最新的标股 这是针对我们好朋友群组 好朋友群组 这不是针对我的会员 是针对我们好朋友群组 郑君的赖 郑君赖的好朋友群组 我跟大家讲说 那如果第二季已经单季 已经超过去年的全年 那请问他会不会飙 那今年的上半年的获利 已经是去年全年的2.5倍以上 请问可不可以重压 请问可不可以重压 赚钱比速度 那前20名留资料 马上同步进场 盘中的时间 盘中的时间 那昨天的节目 您就看到这一张了 你就看他这一张 投资朋友 应该猜得到吧 因为我昨天有漏一个数字给你看 有没有 昨天我是不是有漏一个数字 那有没有跟你讲 月线 为什么 下影线 下影线 包括这个月的下影线特别长 这个月的下影线特别长 基本面这都讲过了嘛 第二季单季 创历史新高 但是第二季的单季获利 竟然超越去年的全年 上半年是去年全年的2.5倍 新标股 如果新标股 昨天讲完 昨天讲完如果今天没有涨停 那真的 真的会被人家笑死 新标股 新标股 新标股当然今天一定要涨停板 这是昨天 昨天 昨天的预告 那请问政君是嘴巴在操作 还是实际上操作 那这些我们讲过 我说他近世纪的毛利率 提升了15% 营育率从-2% 这些 我有说过吗 有吗 有说过吗 有 那来看这些叫什么告评 来看一下 你们都猜得到啦 六开头 同学 看得到啦 好像随便啦 62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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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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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昨天政君有没有在节目当中就提到就是说 跟他有关系的另外一档股票是130几块 但是130几块我买不下手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信邦 我昨天跟你讲 32 来 3023的信邦 我昨天有没有特别跟你提到这种 130几块这我哪买得下手啦 这我怎么买得下手啦 投资朋友 投资朋友 信邦啊 信邦跟 他做一样的东西 但是信邦的第二季只有比他多赚了五毛钱 但是昨天节目上我特别提到 我说他130几块我买不下手 但是他只有50几块 他只有50几块 他50几 他50几 他130几 我昨天有没有特别跟你强调 他50几块 他130几 好 那昨天您随随便便去找 六开头的股票 股价在50几块的股票 你还要拆吗 我的股票 我有时候都会故意露个线给你看啊 6290啊 新标股 两位 10分钟下课 10分钟下课 百分之百实际操作 百分之百实际操作 coaching在这边 百分之百实际操作 你要参加是那种口头上 很爽的 你节目上看爽的 还是要来找郑君实际操作 有没有说到做到 新标股有没有说到做到 coaching在这边啊 全代表全国所有的会员朋友 实际操作 为什么第一名 全市场的第一名 第一名就第一名了 你知道吗 我今天我今天我光盘中 我今天盘中做了一个活动 我光一天的业绩量啊 是很多很多其他的分析师啊 做三个月都没有一天多啊 你信不信 本人今天在盘中做了一个活动 我会员 我会员朋友的活动 你知道会员朋友多挺我啊 我一天啊 我一天的业绩量啊 是很多分析师做三个月啊 做三个月都没有一天多啦 我敢讲啊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我是真的 我真的是付出很多时间 在帮我的家族会员朋友们 我想尽办法 让他们非常非常的有感觉 而且一定要百分之百实际上操作 再帮你们问一次 全国全世界全宇宙 全国全世界全宇宙的会员朋友 我从星象啊 我从星象那边讲啊 讲到现在来讲这个啊 请问星飙舞 有没有实际上操作 问这个就够了 你看哪一台老师敢像我这样讲的 在节目上直接问会员朋友 不用问那么多啦 我们就比这个就好了 因为你会问一大堆东西啊 一下问我大盘怎样 老师大盘怎么看 老师我的股票你怎么看 老师帮我看一下 老师那个什么 你每天就问问题一大堆啊 那你就来找我就好了 你来找我 你来找一个真的实际上可以带你去操作的 刚刚你看到了吧 你刚刚有看到吧 这昨天盘中啊 昨天盘中 好朋友 我真的也有帮你们喔 前20个我真的也帮到了喔 前20个喔 前20个昨天你有 你有留资料的 不好意思 那这个就是今天就是你的 10分钟下课 昨天你没有来 昨天你没有来 而且我不是给三个五个的喔 我的股票 诶 同事朋友 昨天梁维都还有9000多张耶 我的股票 我不是让你去买那个 什么三个人两个人在买 五个人在买的股票啊 同事朋友 同事朋友 我的股票都值得起 值得起各位 你去看喔 你看久你会发现说 老师我发现你讲的股票 都蛮大支的 华台几万张 你去看一下嘛 我讲的股票那星象几张 你自己看啊 你自己看啊 我都没有乱讲啊 那你有没有赚到 你昨天有没有来 你昨天有没有来 我说上半年是去年的2.5倍 对不对 那他今天涨停板 他今天涨停板 那郑君也说到做到了 对不对 那昨天你有来的话 那恭喜你喔 昨天你有来是这样子 昨天你有来 对不对 那今天这个就是你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今天想要做一件事情 同事朋友 那你们今天 来当郑君的一个见证 见证 那 郑君在节目上 1月份 我在讲拓凯 你有印象吗 拓凯 拓凯80块 全中华民国就是我 三字头的乔三 也是我 我要让你看最新的 那你要来当见证者 注意看喔 我的见证者是80个 我绝对不是什么 什么三个五个名额 笑死人了 三个五个 是三个五个 买完就涨停板了 是不是 来给你看一下 来 那我现在稍微特别提一下 他上半年 你看清楚喔 你刚看到梁维上半年 是去年全年的2.5倍 那这档股票更恐怖 更恐怖 上半年是去年全年的12倍以上 这是他的周线 我要复制拓凯 他跟拓凯做一样的东西 叫碳纤维 碳纤维 那我今天提供80个 80名来当见证 见证什么 见证不是喷就是标 8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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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股票觉得 我的股票不是那种小型股啦 也不是那种没有量的那种股票 你放心啦 你爱买几张 想买几张 你就买几张 所以我诚挚的邀请 80个名额 来当你的 来当政君的一个见证者 因为当初你拓凯你没赚到嘛 拓凯你没赚到 那你就来买这个啊 那这个股票真的很不得了 而且我先跟你预告一下 上半年是去年全年的12倍 对不对 我先跟你大预告 下半年 下半年 赚的会比上半年还要更凶更多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不是喷就吃标 那我稍微特别提醒一下 我昨天再跟你提到就是说 杏邦为什么我不敢买 因为杏邦130几块嘛 那梁维才5字头啊 那这张股票跟什么 跟拓凯一模一样 因为拓凯 拓凯已经170 180 190 不要再买拓凯了啦 170 180的拓凯 你不如来买这个5字头 这档股票5字头 这档股票5字头 你要来 那你今天来当政君的见证者 就对了 那我们中场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劝尖全招盘 卖卖单行骚 当冲 隔日冲 到底怎么做 四个半小时 顶尖好手 正面对决 早上9点 锁定非凡抢先报 周一至周五 全球全球新观点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8点到10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经典 各行各业交织成产业脉络 人生每一步 都是口服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来我们看一下 百万大作战 百万先知 百万大作战 想要百万赚百万的 赶快来 答正了 那昨天请你来猜 猜对 猜对就有新标股 那也给你看过了K线 那就是梁维 那梁维今天10分钟 10分钟 没漏期 10分钟锁到底 锁到底 锁到做到 新标股涨停板 那这档股票 今天要请 80个来当见证 见证什么 因为你们之前没有赚过拓凯 那80个让你来见证 上半年是去年 全年的12倍以上 不是喷就是飙 今天请你去做一件事情 请你去播电话 麻烦你去播电话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或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